今天我们要来讲主义主义的 庸俗主义 1-4-4的最后一个 1-4-4-4 前面这个组成就是庸俗主义 庸俗主义就是 完全没有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反思 完全就随波逐流 就是随大流 完全是听从 但是用素主义的话就有四种姿态 我们前面三种已经介绍过 今天介绍最后一种 在目的论上也是四 也就是说主体在目的论上 它没有自己的目的论 它完全是听凭 听凭这个秩序来支配的 但是我要说的话 什么东西可以使得主体 完完全全抛弃 甚至抛弃某种动物竞争的本能 而进入一道进入一种只被 秩序本身去支配 完完全全受它支配的这么一种 因为我们知道1-4-4-3它是一种竞争主义 竞争主义 主体性在这里还起到一个基本的作用 就是它还可以在目的论上维持一个调和的一个姿态 就是我要赢 我要竞争 我要斗争 但是什么时候竞争的姿态本身被看成是一种虚伪的 看成一种失败的 在什么面前竞争是虚伪的 是无意义的 这个答案其实需要一定的生活经验才能告诉你 不是那种虚伪的虚无主义者 虚无主义它一定是在某个维度上是妥协了的 就是某个维度上没有办法彻底的献出它自己 虚无主义者实际上还是和现实拉开一定的距离的 它没有完全的贯彻在现实里面 没有彻底的投身在indulging in这个reality 没有彻底的沉浸投身在这个immersed in 沉浸在嵌入在这个世界里面 如果你真的像这个1444的话 前面后面这三个全是死 也就是说 你能够彻底的放弃你的 你的那个就是一丝不苟的 把你自己全捐献出去去秉承着一个秩序去行动 这在人类当中只有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 就是它秩序还在你身上起踪 但是你的主体性基本上全抛掉了 这个东西就叫做revenchism 中文的话我不知道写出来会不会有点敏感 它的意思就是 只有这种东西 只有这个东西 只有revench revenchism就是revench ge把它变成ch 他可以使你那个竞争之心都mode 没有人说在take revenge的时候还要想着我要 我要竞争 我要比比别人更revench的更厉害更好 他没有这个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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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你可以说你和你的那个 这个仇敌是一个竞争关系也不是个竞争关系 不是个竞争关系 revenchism 复仇主义 这个东西就是基本上是完全贯穿的 也就是说老实讲 我老实我这样要跟你说 就是说庸俗主义如果他眼睛到1-4-4的这种情况之下 他后面三个格可以撤掉了 他其实就是e revenchism其实就是e 就是一个符号学秩序 符号学秩序怎么样 符号学秩序对什么进去复仇 对主体进去复仇 实际上是这个符号学秩序 他hostile to什么 他对什么东西持有一种非常大的一种敌视 就是对主体性本身 这个东西 这个维度表明了某种主体的平法 主体的平法 那么是什么时的主体对平法 主体的平法 是符号系统这个秩序一字头 后面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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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这三个东西在这个里面 就是完全就没了 就消失了 了解吗 就是这个符号学秩序本身在运行 符号学秩序本身在 在在那个revenge就是 复仇者里面在运行 主体的平法 实际上就是 它是来自于4系统 4系统就是相当于是 相当于一个病毒彻底的支配了 这个这个人 彻底支配这个人 这个状态 那就是限于revenge里面的 限于revenge里面的 那么我们要具体看他的格的话 实际上 其实看他的格实际上是看一个格 他就是他的四个格实际上是同一个格 我们在场域论里面 场域论里面 这个就是 或者是1还是1是某种秩序 某种秩序 某种天经地义的那种 然后这种天经地义啊 要 把自己 叫 演绎在下面三个维度 在本体论上 本体论上这个4就意味着这整个就是当你处在某种revenge里面 我不知道你们有体验过 当你们处在某种revenge里面 你咬牙切齿的就要去 啊 就要去take revenge 的时候 那你的这个4就是满眼都是 thing啊满眼都是thing 一切 就不是满眼就是就觉得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东西 你就充满了 thing 充满了就是 有问题 有问题 conflict 充满了有问题 但是这个这个有问题 它是相对于这个秩序来说 它会把它规定为你会体验成一种 做错有问题 不行 不能这样 有没有 就是啊 那些现实存在的啊 实实在在的那个维度 就现实存在那些事情 在这个世界里面 存在的那些事情 在一个负责者眼中 他说你们竟敢还这样 这样存在着 你们这种存在安安稳稳安宁的存在 都是都是sing 都是simple 然后在认识论上 他体验到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some kinds of shame sing 都是羞耻 就是 就是 就是他 他这个颜色是染遍一切的 他染遍一切 他看他自己 看他自己觉得他没有办法报仇 他自己是羞耻的 看到那个敌人 敌人那当然也仇敌也是羞耻的 自己也是羞耻的 仇敌也是羞耻的 最后一个那些看客或者那些普通人中立的 在他们看来他不帮他或者他诸宙为虐 要么就是帮他帮自己帮的不够 要么就是诸宙为虐 那他们也是same的 所以他体验到的一切他都认为是same的 聊一下吧 那本地中上四还意味着就是会使得这种 reventism出现的那个一开始的那个力量就是什么东西打破了他 就是这个sing 这个东西打破了他 这是不应该存在的 不应该存在的 就是他的存在论地位是一种混乱的 他不应该存在 应该把它抹掉的 就是他否认不承认 这些sing的存在论地位 就是这整个世界都不应该发生你知道吗 在呃在这个复仇状态里面就是说整个世界都不该发生 整个世界是整个世界整个历史都不该发生 都不该发生就应该消失就应该消失 然后最后在目的论上 在目的论上就是一个东西 我把它叫做 你可以就是说这个avange就是复仇revenge 或者就是我们有另外一个sacrifice 牺牲他通过牺牲那个仇敌把他干掉 然后什么牺牲自己 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他不过不了正常生活 还有牺牲这个中立的世界 这个世界在在他眼中就只是一个这个一驰骋的 驰骋的这个一个工具啊 所以这还是死 所以他1444sacrifice 他相当于说把他自己的目的论维度给牺牲掉了 我自己的目的我人生的目的我不去管他了 我自己的人生的目的这个时候全部悬置起来 或者全部就就牺牲掉了没有意义了了解吗 所有的这个生命的原本的那个就被打碎了打得稀碎啊打得稀碎啊 复仇主义啊revengeance啊比如说很多电影里面会是这样的很多英雄啊电影里面的英雄会是这这个角色就是比如说他的爱人被虐杀或者说他的那个啊亲人会被被被被怎么怎么样或者他自己蒙受极大的冤屈和屈辱啊这个时候陷入一种啊 就是很正常的非常正常非常正常 就是说他实际上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四个s开头的就是实际上是这一个秩序他的四重分身啊他这看上去有四个维度实际上下面这个维度都是取消他的意义的 理论没有意义的这大部分的巴布的这个这个罪根本没发生过巴布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历史根本没发生过因为会发生这样的罪恶 呃使得这个秩序被侵蚀被侵害使得那个无辜的人被被被被损害 会发生这个罪恶其实是整个世界的罪所以他认为这个世界本体论上就不存在还有认识论上他也觉得根本就不要存在的这些东西都是shame都是羞耻都是耻辱shame it's all shame everything i experience is shame 我我体验他的一切都是羞耻就这这个这个维度就是被被他否定掉的否认掉的 这个虚虚虚假假的那些维度在就是这不耐烦的极不耐烦的极为不耐烦的但是就是说但是但是那个英雄在这个过程还是就是说这个东西是贯穿这几个的 你们还能还能就是他这些东西都没有他自己的意义了都变成一个工具了全工具了他自己挡不住他的这几层小挡都挡不住他的被他隔开了 然后在目的认上就是说所有的以前的那些目的认或者这个世界原本架式的目的认体系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只有这个所以相当于他把这三个都取消了所以其实是同一个东西的四重化同样的就是这个secrate这个其实是一个secular 这个东西两个在这里相等所以我说在这个维度里面是有可能诞生出贤而上学就是他有这个secular和secrate的这二分二分化就是一个往往复仇主义会在一个世俗的维度也会有也会有但是世俗维度的里面的人一旦变成这种revenchism的话他这个世俗的secular就等同于一种secrate就等同一种神圣的 是一种是一种是一种邪魅的那种你知道他责怪这个世界为什么这样他的神圣性不是一个积极的金光闪闪的神圣性而是一个血色一般的而是一个 就是就是惨淡的灰色的灰暗的苍凉的创伤的痛苦的那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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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惨白的那种神圣性啊所以他是一种secular secret是一种世俗的神圣 然后这个东西又分成三个维度thin shame and sacrifice 三个维度 但是他们都是这个东西都同时三个维度同时弥弥弥漫在这个主体还有仇敌还有这个世人同时弥漫在这三个维度里面的就他们就是这个你就可以在这个里面看到那个那个秩序这么一个秩序我所说的这个所以你要理解 场欲论里面的那个秩序啊它是一种 它并不是一个机械的很将死的一个秩序它是一个非常鲜活的它能够瞬间变成一出大戏的你知道吗 这个the order啊这个order一般意义上的这个背景性秩序背景性秩序它永远不是中列它是可以瞬间变成一出大戏的瞬间变成变成一出大戏只要只要有一些事件 some event只要有一些事件击中这个秩序的软肋击中它的软肋那就它瞬间就会二重化三重化然后再就是它们九重化就是就是在和它们再交叠起来再交叠起来在交叠起来就一下子一瞬间所有这些维度就都能衍生出来就是这个这个一下子就可以贯穿到你整个这个人就一下子把你全部动员起来 它是可以一瞬间把一个人的所有生命力全动员起来 这个玩意 这个东西 你知道吗 就是说 而且你会觉得自己处在一种 绝顶的紧张 还有一个极度的一种 一种充实当中 就是你整个法系统神经系统全部被征召 全部被征召 当你要去take revenge的时候 全部被征召 但是你结束了之后 那你就一下子就 你要重新整合起来就非常难了 你要重新把这一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所有这些维图都是被击碎的 都被击碎的 你要重新再把它整合起来 就是 就一下子像泄了劲一样的 现在就是大仇以报之后的那瞬间 就是无限的空虚 就会有无限的空虚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个时候是有机会的 这个时候是契机 我跟你讲 在这个reventrism里面是有这个契机的 但我不是说他就是说 这个东西它是有一定的气息 让你变成1-2或者变成2-1 有两种可能性 它是有可能让你就是 下面也不定是2-1的 就是就是让你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是让你变为一个 进入到这个religion的这个维度 有一种可能性 还有让你变进入到这个metaphysics这个维度 两种可能性 两种可能性 它取决于什么呢 这里取决于你如何看待 这种复仇活动里面的牺牲的意义 这个sacrifice 它取决于这个sacrifice的意义 你如何去理解这个sacrifice的意义 如果你就是就是他的1444的最后一个目的论环节 他有一定救赎的一个机会 从而逆反掉这个sacrifice 逆反回去 否则的话 我就说大仇得报的人 大仇得报 大仇得报的人 人如果不这样去思考的话 那不这样去思考这个代价sacrifice的话 那他后面就是真的是变成那个字面印上的一杠四杠四了 就是完全虚了 完全虚无到底了 到底了 他他人生今后在报完仇之后就是个行尸走肉 就是行尸走肉 大仇得报之后就是标准行尸走肉 或者犯了大罪 两种可能性 如果你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 要么就是这个这个代价本身你没有处理好 你心里面没有把它处理好的话 那你就会反而会有一种极度的负罪感会轻视掉 把你自己轻视掉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出抉择 在1444的使命完成之后一定要做出抉择 就是就是我知道大多数人在1444下面是受不了的 受不了的 然后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它是一种紧急动员机制 它是一种紧急动员机制啊 紧急动员机制 紧急到什么程度就是最后预备意要上了 然后要什么袋子和这个纸笔都准备好的那种情况 它会彻底的就是彻底的就是变成1444了 彻底变1444了就是这个动员机制就是彻底的 它主流主导意识形态就是1444 它就不给你搞什么14431442了 它的主导动员形态就是就是1444了 那么这是一个共同体在最后关头要保存它自己的一个就是弃伤权那样的 或者说什么就是就那种什么天魔解体大法那么的天魔解体大法 它作为一种异形态啊 它会当成天魔解体大法来用 天魔解体大法来用 就是发袋子 发袋子 很大的一个袋子和发纸笔的时候 这个时候动员会议或者怎么样里面主导意识形态就是1444了啊 这个时候因为它要保证你所有的个体的整个符号学能量都被征召出来 然后这个系统的这个秩序彻底贯穿彻底贯输到进去啊 就是但是这个是透支性的 所以我们要找到一种方法去使得这个我们要反思这种sacrifice的它的意义啊 sacrifice的意义 然后我们就是我把这个分段一下好吧 我们待会儿来讲 我们待会儿来讲